最难忘的第三期 我跟师傅演出 表演那个节目 完了有一个梗 摄像大机 完了都知道了 这块比较让我记忆犹新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 我想在第六期 评委打分的时候再来一回 因为跟这些人 师兄弟跟师傅 平时也很少见面 都比较忙 突然有那么一个 这么好的平台 斗校社 把我们这帮人聚在一起 又做游戏 又真人秀 又录像 又表演 我觉得我很珍惜 我很怀念那段日子 怎么说呢 更多的是遗憾吧 因为没有走到最后 很可惜 不过呢 我不气馁 节目当中呢 我总结了很多自己的不足 积攒了很多的经验 我相信在下一季 我会爆发的 没有什么想说的 更多的是紧张 自己紧张又兴奋 自己紧张又兴奋 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王九龙 你觉得自己的本系 能的形象是什么样 傻白天吧 哈哈哈哈 哎呦 哈哈哈哈 我老死了 我有点推不动了 说实话 我怎么说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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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儿我就喜欢刘宝瑞 那会儿 信号真好 哎行 高兴就高兴 今天首先要恭喜我外甥王九龙 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卖鱼 啊 现在终于到了冷库里边了 啊 好玩吗 好玩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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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些穿着走还是拿着就这样 我一进去 他们是不是全 全傻了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小话吗 这个 我真不是作秀 我也不是做效果 我本来我平时我就爱哭 我真不是做效果 行吗 加油上呗 我问你啊 您您您说 现在整个相见 谁的相最好 那还用问吗 啊 郭德纲啊 没听见谁 郭德纲啊 哎 第六 你看 拍手 第六 我对喽就这样 哎 不需要打节奏啊 就必须要拍手吗 拍别的地方不好看啊 你就一样 再来回 你拍个别的 再来 来啊 嗯 哎 现在相见谁说的最好 那还用问吗 啊 郭德纲啊 对六 哈哈哈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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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做什么 做什么 做走走走走 坚持 arise 没法使过活 我跟您 有机会了不就来了吗 真的不害怕 真的害怕 一会儿到那儿给你对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再吓唬我 咱没完 我跟你说 没说几句话呀 统公 你刚才说了说话吧 废话 我捧根子 我能不说话 上德台呢 也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怕摄像大机 摄像大机干嘛 怕摄像大哥 这是一种赞美 太开心了 怕这个摄像大哥不认识 说实话 能来参加德云奏校舍 我是特别的高兴 我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没有别的 能来呢 就主要是跟师哥师弟们 一块在这里 一块生活 一起创作节目 感觉很好 多多吸取他们的经验 总结自己的不足 我继续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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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